原本定地8月1号起实施七休役的心智 现在却是经济喊咖 决议延后两个月实施也造成了民运反弹 第一时间行政院把问题推给提案人 也就是希望废止争议韩事的民进党立委钟孔超 适者2000呢 他也在脸书上反击了 写下他愿意对提案负起全责 不过呢 劳动片面配合业者 他也给予强烈的谴责 原本8月1号就要上路的劳工七休役政策 实行两天前劳动部紧急喊咖战缓 眼看民怨爆炸 行政院第一时间还推给提案人 民进党立委钟孔超 认为政策急转弯 立法院也有责任 事隔4天 人在欧洲的钟孔超 也透过脸书反击 钟孔超写下 对于提案他愿意负起全责 但劳动部片面配合业者 刻意扭曲立法原意 他给予强烈谴责 他也还原当时 6月底委员会直询时提出 废止争议函事 劳动部长郭芳育也认为有问题 因此欣然应允 但如今却轻言退让 如果七休一都如此兵荒马乱 未来一例一休又该如何应对 字字句句直接回呛 等于是直接杠上自家的行政院 孔超委员这样的一个说法 可以给我们的行政团队 有比较大的警惕 那么我们也希望说行政院在做任何的决定之前 确实要做好比较好的沟通 一定政策的时候能够至少跟委员先沟通 让第一线面对民意的委员们 有机会知道立法行政院的想法 自家人沟通卡卡 行政院也只以尊重中委员发言 低调带过 但攸关劳资双方各自权益 该如何在两方间平衡拿捏 也考验新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 欢迎新闻 苏云宽谭英伦台北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